巨大石頭橫在路中間占據了車道 看起來觸目驚心 建雄外木山湖海路段 今年2月就發生了兩起落石事件 眼看接下來就進入了梅雨季 就怕又發生落石造成危險 建雄市消防局找來了公務處 利用空拍機近距離的觀察 潛在落石地點 我們也請我們的相關的祭司 就做一個全線的一個巡查 那巡查完之後 我們在評估之後 大概有12個地方是屬於有高風險 而且沒有緩衝帶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萬一如果再發生落石 可能會危及那個用路人安全的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在這一次的 災後復健的工程 我一併把它納入一個考量 那後續的部分 我們除了災後復健的工程以外 我們也有那個韓文給那個行政院 請他們做一個協助 就是在農委會的這個部分 如果可以的話 在災前預防的這個作業上 也能夠進一步的琢磨 在我們這邊 大概都是砂岩破裂以後形成的 比較大型的 大概它的體積 都有將近1米立方以上 重量將近都會達到20噸到30噸之間 所以它下來以後 這個力量是非常可觀的 其實基隆可能發生落石地點不只一處 像是東岸的北寧路 因為地質條件 山坡葉岩長期風化 加上雨水沖刷 早就存在了危險性 消防局利用空拍優勢 機動性高 隨時掌握落實潛在區域 還能夠結合3D的技術 建造模型 立體的影像 形成我們的數值地質模型 那這個數值地質模型 它有後就可以提供 我們更進一步做防護的這個燃石柵 它的這個位置 因為你3D的地質模型出來以後 石頭怎麼滾下來 它就有一個 預測的這個軌跡的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我們說無人機在3D的這個建模上面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那同時也是引進新科技 那我們金融市政府尤其消防局在這邊 有一個無人機隊 那目前就在做 我們這個 湖海路這邊的一個3D建模 那我們也看過成果其實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覺得這個新科技 在未來尤其是我們金融地區 湖海路這裡的一個落石的防護 或是未來的工程的一個設計 應該在無人機應用上會有很大的潛力 也可以對我們市民的安全 然後有一個更好的保障 相關的研究報告來講 那落石這一塊是比較難以預防 或是說我先期能夠做一個 先期的一個評估跟了解 但是這一次我們是希望說 這有剛好是 金融市這邊消防局有這樣的一個技術 有這樣的一個團隊 所以我們特別商請消防局來做一個協助 金融消防局空拍機隊 不只每次投入救災的行列 今年積極的蒐集潛在落石區域的空拍畫面 希望能夠提供專家學者更完整的資料 它這個落石它有它的一個文理 那也有它像包括順向坡或逆向坡 或是它落石它在整個掉落當中 它的一個路徑都會不一樣 那所以我們透過這個無燃機飛行以後 把這個規劃出來 軟體分析規劃出來以後 我們提供給公務處 那以他們公務處的一個專業 他們會去做一個判斷 那當然最正的我們公務處 也有跟我們農委會 有申請了大概七千多萬元 這個一個處理落石那個安全圍理的部分 又向中央來做申請 我想這一次無燃機呢 透過這個飛行以後 把這個資料提供給公務處 我們兩個單位來合作 那同時我們海大有一個顧稱與顧老師 他也是那個大地的一個專家 會在這次整個規劃案裡面 提供他的一個專業的一個思考 跟專業的一個判斷 我想對我們整個萬物山地區 或是海洋大學那邊北寧路那個地區 這個路段 這個落石過去的發生的一個意外 能夠提供一個安全的一個意見 將防災和科技結合 有了空拍機的幫助 以往人力到達不了的地方 現在都拍得一清二楚 政府提早發現就能夠提早因應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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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這個小伙子 謝謝大家